Woodle Stengel 好了好了 開了 Go 是啊 為什麼我沒有東西拿的? 沒有 因為沒有它本畫集 今天的題目就是 Woodle Stengel 意大利藝術家Woodle Stengel 它的藝術品是在本土展覽過很多次 它通常畫一些寫實 後來它做了一些不同的裝置藝術 又用一些不同的物料 譬如它試過用法寶膠 金屬面 但裡面是膠板 好像裝修用的那些板 它就用來做質感 譬如刮 磨 磨 模式 扮演繪畫 但其實只不過是 那些膠可能出了一些質感 它有一些藝術品在一間房間 但是那間房間 它就會佈置到 譬如那些牆子和地下 會全包一些花紋 譬如它之前就在 威尼斯的Grassi廣場 它製作了一個展覽 它就搞到別人的地方 全部都包一些 那些好像波斯花紋的尖 然後它就貼上了牆 它就說是會連接它的畫 到那個場地 它的畫通常都是用尖端科技去製作 很多時候 它是用瓷漆 製作到那些質感 是一塊塊 是有花紋 但是又製作到很凸 但是它製作到一些東西是很凸 那幅畫很凸 你看好像這樣 好像 用油畫做到很凸 它不是油畫和瓷漆 它有油畫 但是它很多時候是用瓷漆 那些畫就永遠是徘徊起半抽象 又會寫實 它近來又會製作一些很凸 然後又會製作到它花點圖 但是我一次看 其他畫外面的那些 那些報紙是它自己製作的 當然不是 你說那些瓷漆 是呀 邊急一下 它說要找些Mesh 它呀 我就不知道是否它自己畫的 不過 你想想就知道 這麼大張畫 它一次剪 正好弄這麼多張 我真的懷疑是否它自己親手畫的 然後它 這些就是它畫了一些寫實的畫 之後它又製作了一塊塊 下面看到是寫實 上面又製作了一塊塊 就是用那些叫Tuli Screen 就是好像燒Screen的東西 然後它又試過製作一個展覽 就是它製作了整個展覽 都是一隻這樣的金屬板 然後叫觀眾掛上去 是啊 它叫觀眾掛上去 掛到這樣 那還可以賣的? 然後它就拿去賣 那有些呢 是啊 它拍賣 拿展覽館 它就製作了那些金屬模 就是叫觀眾 你在展覽館的時候 你刮一下 刮一下東西 有人貼一些M根 跟上去 然後它展覽完 就拿一張東西去賣 又賣了很多錢 是嗎 多厲害 都不買它自己製作 當代藝術的精髓所在 那關於這個Rudo Stengel 它現在就是高古軒代理 它現在一直都是在紐約 和在意大利工作和住 如果大家想看它的畫 可以去一下意大利或者 它都來過香港剪的 其實它試過整個剪 高古軒是好像 在所有分店同時就剪 你有沒有見過? 我見過它突出 就是被人畫那個? 不是那個我沒見過 自從2007年開始 它在美國的Vidney Museum展開 之後就已經漲到七位數字 所以大家要買它的東西 都挺艱難的 我們今天還有沒有關於 Rudo Stengel的要解決 好 我們下回再見 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如果有興趣 知道更多Rudo Stengel的資料 就自己去搜尋 拜拜 拜拜 我死了 這個六萬 到從2003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